穿上东西基本上能达到我自己认可的水平上 就这样 不是我想赢 但我又写不好的那种没信息 是我就觉得 你就是了 大家好 我是霍兰 从周期末那句忽兰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 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一记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期末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记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忽兰 你这记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又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事宜长继以至宜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对我这个渔夫 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扫扫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有一天晚上 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骑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我就这么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所以还是有得顶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大友有次喝酒跟我说 他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他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这个节奏我节奏吃 直到现在 我妈终于坚信我 无论做什么 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 现在已经是盲目崇拜了 假设有一天 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她也随意了 我最近开始 看一些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 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 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 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做上市 然后在这一军盒上 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古事 刚才我听罗老师 说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爱折腾的性格 也多多少少 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 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 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 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 不理解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 什么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 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 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胡安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看 不敢讲完 长出了一口气啊 是 因为这句特别的坎坷 真的就像稿子里面讲 而且我已经用稿子 把我想说的话讲出来了 而且还挺好笑 这个就是特别开心的事情 做到了 做到了 真做到了 太不容易了 真太不容易了 最后被表白的罗格 我先说大局官 再说我们家里的事 好 大局官上 他那个建国开场就很帅 他这个又很炸 所以我已经觉得 在看决赛了 这个感觉特别好 我很怕到决赛的时候 有一些牛的选手又下来了 这不是决赛 是决赛 然后我有一点纳闷是 上一场咱们俩不是表演 舅舅和外甥吗 怎么这场又变成哥哥和弟弟了 没有为了让大家听懂 这个咱俩是私下论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除了这个奇怪 别的都特别好 非常牛 非常牛 对 像决赛 厉害厉害 这个我等一下再问 领校员朋友 我一定要采访一个人 周期末 你是男人 你就给我再采 这是要复活我呀 稿子呢 先给我的稿子 这个用了三条命 逼出了最强的忽然 周老板做何感想 看到忽然有今天 我特别为他开心 我现在突然不后悔了 很厉害的 真是很厉害的 是是是是 也谢谢周老板 谢谢周老板 这个刚刚忽然和国仔都说了 这一季真的很坎坷 广赛以前在北京 跟我们讲的时候 实话说过得挺惨的 节目播出以后 我再来上海 广赛跟我说 说哥你那个待会儿 带我去买趟衣服就行不行 那你想去哪儿买 他说去商场 我说商场衣服可比较贵 他跟我说 你不用考虑价格 时尚这一块给我拉满 哎呦呦 这么多衣服呢 这种 他这种是爱豆的西装 广赛去年参加比赛之后 然后到今年有一个质的变化 他跟我戏场 特别有心范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 有一点我想包袱 所以我觉得就是 谁输谁赢也不重要 就是大家只要不整体 把这个节目做好看就行 当然最好我还是赢 只要我还是赢 让我们有请何广志 来吧兄弟 大家好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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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今天 看见了吧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 去年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 其实关于我自己贫穷的段子 还没有讲完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度假去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得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玩得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 还把他们给我的那个消费卡 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 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他说 哎 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余额 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对对对 是是是 我叫杨孟恩 我说 我两个脸太热了 就在那边演出 观众的反应 让我觉得好像 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 周五的观众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 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 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 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哎 他们这个演出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 就是那个周日场 周日的观众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如果再不笑的话 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 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来观众 可能就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 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 什么希望那种人啊 就周一的观众 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 搭了个脸看着你 你知道吗 你这么看着你 永远就搭了个脸 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 周一的观众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他就是 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我就让这帮 脱口演员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没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 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 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他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 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他 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明明上一秒 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他一想到 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 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他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 就越残忍呀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 对这个世界来讲 就越残忍 真的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 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就是他这一生 他得拒绝多少 像我这样的人 就他得拒绝多少 追求他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多少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 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 发自拍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 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连他也能追我吗 我现在觉得 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 但是很多年长 然后我最近发现 他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 下面都会有他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 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就问我 他说 哎 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 就是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他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他只能叫海狗 从他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种 就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 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刚才前排男生开始鼓掌 非常很有够眉 渣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筹琪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舔狗 也不要当渣男像我一样 所以我带刺的玫瑰 现在我是河广志 谢谢你们 我和广志幸福也没打 我们先恭喜广志四登晋级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你朋友的这个心理 你是怎么揣摩的 这么透彻 就是我 就是我本人 承认了 怎么着 就是我本人 对 你听我一个朋友就拍了 怎么今年变带刺的玫瑰 这个时尚路线不整 到后面吧 到后面 因为我觉得第一轮太残酷了 先把直接把核武器拿出来吧 还是 像扎